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今天给大家分享鸡胸肉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它放入锅里面炸一炸 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 下饭下酒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做法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鸡胸肉 把鸡胸肉上面的肥肉筋膜给它剔下来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跟着把它切成片 稍微厚一点 再给它切成条 像视频中这样就行了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加一勺盐 把它抓洗抓洗 洗去鸡胸肉上面的杂质 然后捞出来放入另一盆清水中 多给它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来 放入碗中 跟着 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段 放入鸡胸肉里面 再准备一个山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姜丝 放入鸡胸肉里面 来调一下味 加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半勺老抽 一勺盐 跟着 把葱姜捏一捏 捏出葱姜汁 再抓拌均匀 使鸡胸肉条入味 大约抓拌一分钟的时间 放在一旁 腌制着备用 接下来 准备几头大蒜 先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尽量切得碎一点 这样吃着口感会更好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两颗小葱 再准备两颗小葱 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 再来调个糖醋汁 一大勺番茄酱 一勺白糖 一勺香醋 拌往清水 搅拌使它们稀释化开备用 大约20分钟的时间 鸡胸肉条已经腌制得差不多了 我们撇开调料不要 然后往里面打入一个蛋黄 加一大勺玉米淀粉 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最后加一勺油 继续搅拌均匀 接下来锅烧热 倒入菜籽油 把油温烧至插一双筷子 周围可以起小泡泡 说明油温就可以了 然后把鸡胸肉条 一条一条地放进去 这里记得不要一股脑地倒进去 这样会使鸡胸肉条粘连在一起 放进去的时候 先不用着急翻动 把它炸至定型 大约炸一分钟的时间 再用筷子不停地翻动 这个时候就不要偷懒 一定要勤翻动了 这样才能使肉条受热均匀 把它炸至微微发黄 像这样就可以 我这里大约着了五六分钟的时间 控油捞出来 装入盘中 跟着把锅底的残渣固立出来 再把油温升高 继续把肉条倒进去 大火复炸一分钟的时间 这样吃起来会更酥脆 也不会吸油 一分钟后捞出来 装入盘中 然后锅中留少许油 把蒜末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之后 把糖醋汁倒进去 翻炒 使糖醋汁变粘稠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 再把肉条倒进去 加一把白芝麻增香 继续翻炒均匀 使鸡胸肉条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糖醋汁 最后把葱花加进去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哇 看着就很有食欲 闻着也很香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 美食即可享用 看看这个颜色 非常的诱人 吃起来呢 鲜嫩入味 酸酸甜甜的 口感相当好 虽然是经过油炸的 但是吃起来呢 一点都不吸油 用它来下饭 下酒 都是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 这样做出来 真的是非常喜欢吃 偶尔的这样吃上一次 特别受欢迎 喜欢吃鸡胸肉的朋友 您像我这样做 保证您吃一次 就会念念不忘了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